看到港股今日持续在跌了百多点跌幅 会否看到外围的因素对港股的影响 会否再下市低违 看回外围的因素相当疲弱 基本上港股受到中国和美国方面的利淡消息夹击 首先说了美国和欧洲方面 看到欧债危机方面 似乎还未有一个短期内 还未有一个解决的方案 令到环球市场方面资金流向偏向保守 看到一些资金逐步撤出股票 甚至商品等等高风险市场 流入到美元或黄金等避险资产 到现阶段都看到资金的避险情绪仍然相当高涨 看回香港方面 都看到走资情况比较严重 这方面都会拖累到港股方面继续疲弱 再加上内地方面表现都不算好 尤其是早前来说 公布了汇丰的PMI数据 已经跌到10个月以来的低位 意味着中国方面都面对经济增长放缓的忧虑 令到一些中资股方面的经营前景 其实都令到市场方面有一个忧虑他们的增长放缓的情况 这方面都令到中资股方面 今次来说的表现都不能够比较硬正 其实都有一个反复偏远的情况 所以其实不排除了 港股后市来说 有机会是进一步下跌250天线 甚至跌穿250天线 一个是重大的支持位置 亦都不出奇 目前来说 250天线 弱膜是处于22,450点 其实距离今天的低位 就是弱膜100点松一点的差距 其实不排除了 下周一是期指结算日 基本上淡仓来说 应该会是进一步向上攻的 所以看淡仓其实不排除了 有机会将期指方面 和行指方面 执低到22,000点 至22,200点左右的水平去作结 所以短期后市来说仍然是看淡 要有一个明显的转捏点出现的话 其实我也要看6月份 究竟中央方面 会否公布一些比较利好的通胀数据 又或者看欧债危机方面 会否有一个舒缓的情况 才可以判断整个大市方面 会否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捏点出现 是的,好,谢谢 见到这两天的期指转仓活动 星期四、五就比较频繁 其实会否见到 如果真的下试了250天线 俗称的牛熊分界线之后 其实会否确认真的步入熊市 还是其实只是轻轻嗨一嗨 你说看是否步入熊市 基本上我自己觉得未必是的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 整个经济都仍然处于一个正增长 通常来说过往 这么多次熊市来说 都见到伴随着 经济方面 都有一个衰退的情况出现 所以今次来说 见到整个环球经济一方面 都仍然是一个正增长 还有第二方面 虽然中央方面 就是一个抽筋银金的情况 而美国已经在转延一个退市行动 但是到现阶段为止 其实整个资金面 其实都仍然是比较充裕的 所以其实看回 今次来说 纵市有机会 试一试穿250天线也好 但我自己觉得 并不代表是一个熊市的来流 毕竟其实看回 始终都是企业盈利 其实都见到一个正增长出现 再加上资金流都相对来说 是比较充裕 而再说回恒指方面 的市盈率 其实药物是12倍左右 其实都不算太贵 所以其实投资者 亦都无需要 或过分去忧虑 即是熊市来临 有机会是跌到1万点等等 那些真是忧虑 好 谢谢Hannah 另外 再看内地股市表现 见到上证组合指数 下午回来就跌深了 现在跌17点 去到2749点 互深300指数就跌21点 去到3004点 深淨城指方面跌83点 去到11666点 其实内地方面的情况 你刚才都说了 怎样影响港股的表现 其实会不会见到 仍然都是看回经济增长 又或者即将公布 下个月公布的一些通胀数字 没错 你说看回来就见到 你说预测回内地股市 一定要看回一些经济数据出现 因为其实讲的是 就是上个礼拜 其实见到自从出了汇丰PMI数据之后 其实整个市场都开始 将焦点由通胀 其实转移到 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未来方面 如果再续续续推出一些 是经济数据 都见到有一个 是经济下行的一个风险 就是扩大的话 其实不排除了 就是讲内地股市方面 有机会进一步下市回一个低位 但是至于近日来说 见到比较多投资者 是忧虑一个是滞胀的问题 看回滞胀 其实什么是滞胀呢 就是指流 就是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 通胀方面 亦都持续是高企的 令到整个滞胀方面 会影响企业盈利增长 以至居民开支 但是看回滞胀方面的忧虑 其实到现阶段为止 其实我自己都还未说是很忧虑的 因为虽然通胀来说 都仍然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其实都超过了 就是说4月份的CPI方面 都超过5% 而再看回经济增长 虽然是有一个下行的风险 但是我自己看 其实看回来方面 全年GDP方面的增长 预期都可以站在8%流上 所以现阶段来说滞胀的风险 其实未必需要过分忧虑 但是经济增长防患的一个风险 始终短期之内 有机会继续困扰内地的股市 说到上证众子方面 看到今天都从10%跌势 说到下午回来说 跌幅进一步扩大 现在下跌了0.7% 其实技术上不排除 有机会回市 就是说今年1月的低位 仰摩是2660点左右的水平 好 谢谢 另外看完大事表演 不如我们又看看个别股份 就见到国际油价 在上个交易日反弹超过2% 有券商高盛 就上调今年的油价目标价 本身由120美元上调到140美元 而伦敦油价目标价 由105美元上调到120美元 不如看看今天油股的表现 最后见到中石化跌6价 去到7.33元 中石油跌4价去到10.28元 中海油方面跌2价去到18.04元 今天油股方面 三只石油石化股都是下跌 其实早前见到中海油 有一个油价的跌势都跟着跌 但近期升到100元边的水平 但股价都是18元边左右 你又怎样看呢? 你看到油价方面的确是会影响中海油方面的前景 而再看本身来说 油价方面的走势 我自己不是看得太淡 短期之内有机会 继续在95美元至105美元水平到培回 而中線来说 我预期油价有机会 进一步回市 就是120美元以上的高位 为何会对油价方面看得比较好呢? 其实早前板块直级里面都提过了 因为始终都是那句 就是譬如国际来说 其实对原油方面的需求 尤其是中国和美国方面 都见到的需求仍然是相当之大 再加上原油供应 其实到目前为止 都见到有一个下降的情况 尤其是在利比亚方面的事件 其实对国际原油方面 每天的供应量 其实是继续下降到130万桶 所以这方面都会支撑到油价方面 就是一个高位度的徘徊 但是近期来说 中海油其实都未必能够 跟随油价方面 有一个是回升的情况 最主要看大市来说 走势不是太好 而中海油本身来说 是一个恒指成分股 比较重的成分股 所以近期来说 我自己预期 它的势头都仍然会在低位度 反复偏远 而再看大市暂于一个股值上 其实中海油目前预测PE 就是价格是12倍左右的位置 其实这个PE算是偏低 所以我自己都认为 中海油来说 暂于一个长线的投资价值来说 现阶段的水平 其实都算是吸引 但当然 看大市来说 始终还未回稳 始终成分股方面 表现未必会是太理想的 好,谢谢Hannah 这期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次回来仍然都去发达广场 时间会继续和Hannah看着大市表现 恒指现在最新跌172点 去到22,558点 成交价都只有343亿 其指方面跌174点 去到22,528点 低水27点 成交量有6万1千多张 国企指数跌121点 去到12,561点 跌了接近1% 另外 内地股市方面 三大指数仍然下跌 跌幅介乎0.69%至0.82% 下一节回来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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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